小月 你怎么走出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面等我吗 农村那里有人办婚宴 我派你车进去不好掉头 那个不是今天让你搬去我那边吗 你怎么不拿行李啊 这书包里面就是你的行李 我还是第一次见女孩子的行李这么少的 那我给你背吧 不用 那行 你跟我今天就过去嘛 我车在前面 我们先上车 走吧 你这行李真的太少了 小月到了就是这里 你进来呀在门口干嘛 不用进来吧 放松一点随意一点 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边的话是厨房 你自己要做饭就在这里面做 然后洗衣服也是在这里面因为里面有个洗衣机 然后我带你看一下你的房间 这边这个门主卧 然后你就在这里面休息 因为那里面有个厕所 你这样方便一些 你去看一下嘛小月 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 那里面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 呵呵 呵呵 刚才那个这里还有其他人在这里做吗 没有啊 你看里面那个床是铺好的 那个是我给你新买的被子 特意给你准备的 那我看到还有一套睡衣 那也是我给你准备的 然后我还给你把洗漱用品都准备好了 放在这个厕所里面的 你不用再去准备什么了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给你交代个任务 以后你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在客厅里面是吧 我哗哗吵吵的 你就给他们浇浇水 照顾一下他们 然后你要看电视的话 你看遥控在这里 然后你要看电视 反正就用那个遥控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你先把你那个书包放下来 小月 我再教一下你那个 哎 你把那个书包放在沙发上嘛 没事的 你放地上干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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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我给你讲一下 这边这个饮水机怎么用 你拿你的手放在这个像锁一样的图案上面 对 你一直按着他 但是 然后你拿一个那个 再拿一个水杯 然后你要喝水的时候 你按一下这个常温水 他水接满以后 自己会停 如果你中间觉得水差不多了 你再按一下 他也会停 你喝水以后就在这里接水喝就可以了啊 过来坐着嘛 然后因为之前这边我不怎么住 所以就按了一个监控 然后待会我把它拔掉 我先把它拔掉 你刚到这里 然后你先熟悉一下 放松一点吧 就当自己家一样 然后程大哥还有点事情 先出去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看你 好不好 那我那我先走了啊 待会我过来 小月 你成长给你回来了 你这干嘛呀 小月 我把这地厂厂厂厂 家里有拖把 拖把拖的没有 你妈不擦干净 你别妈的了 小月 你才来你看就开始干活了 那你不是说了吗 你让我再跟你住 然后我帮你把小卫星来 行 那小月这样 你先别忙妈的了 你起来 程大哥给你说个事情 什么事啊 程大哥 你看你今天过来的时候 就背了一个小书包 里面可能也没几件衣服 然后我去给你买了一套衣服 有裤子外套 还有一个打底的衣服 你去穿来试一下 看合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的话 待会我们去换 你怎么又给我买衣服呢 小月 你现在也算我们公司的一员了 你走出去也代表着公司的形象 你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知道吧 你快去试一下 来 那行你先放在里面 我把手洗一下 我就去 行嘛 好我先放这儿啊 这个沙发我刚刚擦干净的 你还擦了沙发呀 你真的太勤快了小月 我看今天天气好吗 程大哥 我换好了 你帮我看看合不合适 程大哥 程大哥 小月 你刚才说什么小月 我说你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合适 太合适了小月 你早就应该这样打扮自己了 你知道吗 太美了 你把那个拉链拉上来 我再看看 小月 你以前还说 你觉得 你离我的距离很远 你今天这样一打扮 我倒觉得 我离你越来越远了 看来以后 我也得好好打扮自己 这样才能慢慢靠近你了 小月 那程大哥以后要多给你买衣服 让你好好打扮自己 总会让我揍 让我揍 让几乎一路也望向我一向 长长风向你冲着 有夜空飘复 抓一颗发行做 你不是你喜欢 我希望我找下 我希望你帮你